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了身体都会暖暖的呢 今天安妮塔老师准备了一个跟汤圆有关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故事叫做《小汤圆的大冒险》 夜市里灯火通明 人声鼎沸 香气飘散在每一个角落 《小汤圆》静静地待在锅子里 看着摊位周围热闹的场景 《小汤圆》发现隔壁饮料店的生意非常好 大家都要买他的珍珠奶茶 他想着 珍珍珠奶茶的珍珠闪着黑色的光泽 难怪大家都想要 然后《小汤圆》转头一看 发现附近也有一个外国顾客很多的臭豆腐摊 他看着那些外国人开开心心地尝试台湾美食 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转头看了对面 有一个卖地瓜球的摊位 排队的人龙尝到让人看不清奇点在哪里 看到周围有这么多人 但没有人愿意买小汤圆 让他觉得很难过 小汤圆叹了口气说 唉 我只是白白胖胖的小汤圆 没有人会特别注意我 就在小汤圆无精打采的时候 突然摊位前来了一位客人 他点了一碗汤圆 老板摇起小汤圆放进碗里 还加入了甜甜的花生汤 小汤圆心想 终于有人选择我了 可是他很快地发现 客人对汤圆并不满意 抱怨汤圆看起来没有什么特色 客人改变了主意 改去买隔壁的珍珠奶茶 客人离开之后 小汤圆又回到了锅子里 心情更加低落 他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永远都比不上 那些受欢迎的美食 就在这时 隔壁摊位的珍珠看见了他的表情 亲切地对他说 别担心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 只是有时候 需要等对的人来发现而已 这句话虽然让小汤圆稍微感到安慰 但他的心中仍然充满疑惑 就在这时 一个小女孩牵着爸爸的手 走到了汤圆摊位前 他的眼睛闪闪发亮 盯着锅里的汤圆大喊 爸爸 我想吃汤圆 爸爸摇了摇头说 我们已经吃了很多小吃 现在肚子都饱了 但小女孩不放弃 拉着爸爸的手说 可是爸爸 汤圆看起来好可爱哦 而且我还吃得下 听到这些话 小汤圆在锅里开心地想 他真的想吃我吗 我真的会被选上吗 他的心跳得好快哦 就像在水里跳舞一样 终于 爸爸被小女孩的热情说服了 对老板说 好吧 给我们一碗汤圆 老板摇起一勺汤圆 小心翼翼地放进碗里 再倒上甜甜的红糖水 递给了爸爸 小汤圆被放进碗里的那一刻 激动地差点从糖水里跳了出来 我被选中了 我真的被选中了 小女孩接过碗 开心地用汤匙 咬起一颗汤圆 轻轻地吹了吹 汤圆上的热气 然后一口咬下去 好好吃哦 甜甜的QQ的 爸爸 你赶快吃吃看 小汤圆看着小女孩满足的笑容 感到前所未有的开心 原来 我也可以让人这么快乐 碗里其他的汤圆 也偷偷互相扎了扎眼 都未被选中的小汤圆 而感到骄傲 而小汤圆则默默地想 或许我并不像我想得这么频繁 也许我也有自己特别的地方 小汤圆不再羡慕别人了 他终于明白 每一种美食都有自己的故事 和价值 小朋友们 每个人的喜好不同 也都有各自的长处 我们不用去羡慕别人 也不用去比较 仔细看看自己 你会发现 其实你也有很多的优点 只是一直都没注意到而已哦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